马先生 你先别生气 听我跟你解释 刘全将之前跟叶不凡打赌的事情讲了一遍 然后说道 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演什么节目 而且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 就算请人都来不及 所以按照之前的赌约 等一下他演砸了 立即就会从学校滚蛋 而且还是非常丢人现眼地滚出去 这种结果 相信二位也愿意看到 这家伙越说越得意 说到最后 忍不住笑了出来 常浩跟着说道 二位想一想 之前的开场节目安排的 是你们两位大明星 现在突然换成了叶不凡 不要说他不会演节目 就算会演 也无法顶替你们二位 这个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台下的观众肯定会暴走 大家就等着看戏好了 听两个人这么说 马少武和薛宝莲的火气 立即小了许多 马少武说道 那好吧 我们就等着看 他是怎么被赶出去的 刘全说道 二位到前面观看 我已经准备好了贵宾席 说着 他引领马少武和薛宝莲 一起来到前台 按照提前准备好的名牌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 此刻台上的两个主持人 已经开始爆幕 让台下众人奇怪的是 主持人对于第一个节目的名字 和演员只字未提 只是宣布 十周年演出正式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爆节目的名字 到底要演什么 演员也没提 之前说好了 是马少武和薛宝莲 一起给大家唱歌 不会有变化吧 应该不会 今天的演出最大的亮点 就是 这两位大明星 学校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好多校外的人 都是冲着这两位来的 不可能有变化 不然大家飞砸了场子不可 听到周围的议论声 刘全越发的得意 他要看看叶不凡 怎么把这个场子撑下去 这时 主持人爆幕之后走下台 台上的灯光瞬间熄灭 整个舞台都陷入黑暗当中 怎么回事 这是搞什么 就当所有人都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一阵悠扬的歌声 从黑暗中飘荡而出 那声音清澈悠扬 而又充满男性特有的雌性 让人听了不由心神一阵 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 星星坠落风在吹动 终于 在将你拥入怀中 两颗心颤抖 相信我不变的真心 神话 这是成龙和惊喜善唱过的神话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这是谁唱的 声音也太好听了 好友雌性 是马少舞吗 肯定不是马少舞 马少舞的功夫厉害 但唱歌绝对没有这个人唱得好 或许是学校另外请了大明星 请给我们一个惊喜 台上的灯光依旧没有亮起来 一道黑影缓缓走上舞台 但大家却看不清他的相貌 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在诸多的议论和猜测声中 另外一个窈窕的身影 从舞台的另一侧走了出来 现在紧抓住我的手闭上眼睛 请你回想起过去我们恋爱的日子 我们是因为太爱 所以更使得我们痛苦 我们连爱你这一句话都无法讲 每一夜被心痛穿越 思念永没有终点 跟原唱一样 这首歌采用的是男女合唱 而且这个女人的声音 实在是太甜美了 比这原唱当中的声音还要甜美 每一个音符唱出 都让人甜到心里 无比的悠扬悦耳 就犹如天籁之音 我的天啊 好听 实在是太好听了 我还从没有听过 这么好听的神话 是谁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马少舞和薛宝莲 他们唱歌唱不到这种程度 你们说会不会搞得假唱啊 弄黑了舞台 然后放的录音 现在假唱实在是太多了 你脑袋有病是不是 就算原唱都没有这么好听 上哪弄这种录音去 听到台上两人的歌声 再加上周围的议论纷纷 刘全和马少舞几个人 神色变得无比难看 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台上唱歌的到底是谁 难道说是叶不凡那小子 看出了几个人的不快 常好说道 大家不用着急 现在的学生现实的很 大家都是追星 歌唱得再好没有 名气也没用 等一下两位大明星上台 就算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唱 那也是人气爆棚 不是那小子能比的 听他这么一说 几个人的神情缓和了许多 现在追星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好多都是脑残粉 只要你有人气 表演得怎么样 都会受到追捧 无论是刘全还是马少舞和薛宝莲 都不相信叶不凡找的人 能够在名气上超过自己 毕竟他们可都是华夏的一线明星 田氏娱乐公司的台柱子 而就在这时 歌曲唱到了星号星号部分 突然间舞台上的灯光 瞬间亮了起来 显然这都是之前精心策划的 舞台上面 叶不凡手持麦克风 正在轻轻演唱 而在他旁边 站着一个身穿黑色 紧身长裙的女人 女人虽然是背对着台下的观众 但那曼妙的曲线 突凹有致的身姿 还是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 叶老师 竟然是叶老师在唱歌 叶老师实在是太厉害了 篮球打得那么棒 歌还唱得这么好 你就是我的神话 天啊 叶老师竟然唱歌唱得这么好 我爱上他了怎么办 舞台下面 以两年舞班的女孩子们为首 纷纷为叶不凡呐喊尖叫 而与此同时 那个背对台下的女人 也吸引了无数人的观众 她是谁啊 看起来身材真的好漂亮 我觉得她的歌声比她的身材更好 实在是太好听了 大家猜测的同时 女人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随着美妙的歌声 传出她也慢慢转过了身子 当看清那张精致的面孔之时 拍下的观众们 瞬间如遭雷击 鸦雀无声 但这沉寂只是短暂的 仅仅几秒钟之后 台下的观众们瞬间爆炸 一个个都欢呼着跳跃起来 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上甜甜 竟然是上甜甜 我们爱死你了 天啊 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竟然能亲耳听到甜甜的演唱 我早就猜出来了 也只有我们家甜甜 才能把歌唱得这么好听 这女人正是上甜甜 经历了上次风波之后 她拿出了真诚的道歉 把国籍牵回华夏 再加上加入了如日中天的兄弟影视公司 非但没受任何影响 相反一涨再涨 比之前还要火爆 相比之下 马少五跟薛宝莲跟他相比 就差得太多了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在场的观众得到如此大的惊喜 热情空前的高涨 仿佛现场的空气都被点燃 贵宾席上 原本等着看热闹的几个人 彻底傻眼了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叶不凡歌唱得这么好 还把天皇歌后上甜甜请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上甜甜作为顶级大哥星 那可不是 谁想请都能请的 不要说一个学校的十周年庆典 就算再大的活动 也很难请到本人 况且在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 常昊大瞪着眼睛 张大着嘴巴 久久不能平息心中的震惊之情 刚刚他还说 人家唱得再好 没名气也没用 结果转眼之间 来了一个全华夏最火爆的天皇歌后 放眼整个华夏 恐怕再也没有人比他的名气更高了 马少五跟薛宝莲两个人脸色铁青 除了震惊还有疑惑 如果论人气 他们两个跟上甜甜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连比较的勇气都没有 同时也疑惑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竟然有这种手段 连上甜甜都能请得来 脸色最为难看的还是刘全 虽然马少五和薛宝莲还没上台 但这场赌局已经有了结果 就算是傻子 也知道他输了 精彩的表演 加上上甜甜的人气 虽然是第一个出场的节目 但已经锁定了全场第一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 这种情况下 就算他想做手脚搞黑幕都办不到 上甜甜站在舞台上 如果不拿第一 在场的粉丝肯定会爆炸 到时候 非把他的骨头拆了不可 舞台上面一曲终了 叶不凡和上甜甜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还是完美演绎了这首神话 演唱完毕 在场爆起热烈的掌声 无数的粉丝冲上去 给两个人献花 在诸多粉丝当中 一道靓丽的身影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这是一个长发披肩 身穿粉红色旗袍的女人 手中捧着一捧鲜花 面带微笑地走向叶不凡 这是谁啊 长得真漂亮 太有韵味了 这身材 简直比薛宝莲还让人着迷 太性感了 这女人是我们学校的吗 哪个班级的 我怎么不知道 咱们学校还有这种 灭绝人性级别的美女 诸多雄性生物 看着那女人一阵兴奋 叶不凡却是微微错愕 没想到甜如意 竟然也跑到这里凑热闹 她接过鲜花说 道 你怎么来了 甜如意妩媚的一笑 我要是不来的话 哪能看得到这么精彩的表演 原来上次的酒会之后 她越来越对这个 神秘的男人感兴趣了 再加上两家合作的关系 想快速拉近 跟叶不凡的距离 可随后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神奇地消失了 公司里找不到 姓灵院也没有 好奇之下 她立即安排人手四处打探 最终得知 叶不凡来到了江南外语学校 而且还在这里搞了一台晚会 把上甜甜都找来了 于是 她也立即赶了过来 同时带来的 还有田家娱乐公司的总经理 田昭阳 初始的时候 只是抱着凑热闹的态度赶过来 还没想到叶不凡的 歌唱得如此之好 甜如意现在对这个男人 越来越好奇 不知道还有什么事 是她做不到的 于是亲自上台献花 好了 我们下去说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叶不凡很不习惯 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带着上甜甜和田如意 走下了舞台 直接走进了那间 作为贵宾室的帐篷 在进门之前 田如意招手 将一个中年男人叫了进来 田经理 过来认识一下 这位可是大人物 兄弟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叶不凡先生 现场过于嘈杂 田如意的声音 显得很微弱 但听到田昭阳的耳朵当中 却如雷灌顶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就是资产百亿投资公司的当家人 叶先生好 我是田昭阳 田氏集团影视公司的经理 以后还要多靠叶先生关照 田昭阳说话的态度极为恭敬 丝毫不敢因为对方的年纪而轻视 一来叶不凡现在在上流社会极具名气 旗下资产的兄弟投资公司 更是江南市唯一一个资产超过百亿的公司 二来田如意可是在田家的核心子弟当中 下过死命令 任何人都不允许招惹叶不凡 否则直接加规处置 现在连田圣还在监狱里面没有出来 他一个庞戏子弟 哪里敢得罪眼前这个狠人 叶不凡微笑着说道 田经理客气了 他这人向来都是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田如意笑道 还等什么以后啊 上次你手下不是有两个艺人 因为档期的关系 错过了跟兄弟影视的合作吗 听说今天也就在现场 把他们叫过来见见面 让叶董事长关照一下 田昭阳说道 是这样的叶董事长 上次的酒会 我们旗下有两个艺人 在外底没能赶回来 很遗憾地错过了那次的机会 今天他们刚好也来参加 这次学校的晚会 我现在就把他们叫过来 给您问好 希望您再给他们个机会 他是田氏集团影视公司的总经理 任何一个艺人的行踪 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马少五两个人 自然也是他派过来的 田昭阳对身边的秘书说道 去把他们喊过来 此时此刻 马少五和薛宝莲两个人 在嘉宾席上如坐针毡 他们的位置距离帐篷并不太远 隐隐约约地 能透过缝隙 看到叶不凡跟田如意谈笑风声 而他们的老大田昭阳 在旁边拱着身子 连腰都不敢挺直 脸上尽是毕恭毕敬的神色 看到这种情景 就算傻子 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个人的心 迅速沉入谷底 自己到底招惹到了 什么样的大人物 这时他们得到了秘书的召唤 只能忐忑地来到田昭阳面前 忐忑地说道 田经理 你叫我们 田昭阳说道 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兄弟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也是我们未来的老板 叶不凡叶先生 我 马少武和薛宝莲 听到这个消息 双腿一软 差点没摔倒在地上 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装逼竟然装到 未来老板的身上了 刚刚还要跟人家叫嚣 要把人家从学校赶出去 这不是找死吗 怪不得随便就能将天皇歌后 上天天喊到这里唱歌 原来人家 就是大老板 同时心中暗暗则怪 你一个身家百亿以上的大老板 不老老实实地在会所嫩魔 跑到这里做什么老师 不是坑人吗 难道这是有钱人的怪片 刚刚叶不凡说过 等他上台之后 两个人就没有勇气上台了 他们原本以为是个玩笑 现在才知道 一切都是真的 得罪了田家都不敢得罪的大老板 他们哪里还有上台的勇气 叶先生 对不起 是我们瞎了狗眼冒犯了您 你就原谅我们吧 是啊 叶先生 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你 不然给我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 两个人一起面对叶不凡 苦苦哀求 听到这话 田如意神色一变 怎么回事 你们两个冒犯叶先生了 我们 面对田如意充满杀鸡的目光 两个人支支吾吾的 老半天一句完整的话 都没能说出来 田如意确实非常恼火 自己好不容易跟叶不凡 将关系缓和了一些 结果这两个家伙 又搞出这么一件事情来 你们好好给我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来说吧 吴子豪从帐篷外面走了过来 他是过来给叶不凡表示祝贺的 刚好遇到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他没有任何保留 从刘全跟叶不凡打赌 到他们 在后山撞见了 马少武和薛宝莲两个人打野战 一点不漏的全部说了出来 混蛋 你们竟然敢如此污蔑叶先生 田如意顿时火气上涌 他自然对吴子豪的话深信不疑 叶不凡连自己这种极品美女 都不放在眼里 怎么可能去骚扰薛宝莲 如果说有明星情节 上田田就在身边摆着 巴不得能爬上叶不凡的床 怎么可能 去找薛宝莲这种绯闻满天的女人 大小姐息怒 我们知道 错了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马少武和薛宝莲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作为田家的签约艺人 他们自然知道 田如意是何许人也 更知道这个女人的手腕 是何等狠辣 此刻两个人满脸都是恐惧的神色 长子都要毁清了 谁知道打个野战 会遇到叶不凡这种狠角色 原本还以为 这次回到江南市 加入了兄弟投资公司 以后会前途一片光明 没想到 自己直接把自己做死了 认错有用 还要警察做什么 田如意冷声说道 得罪了叶先生 你们就要付出代价 他扭头看向田昭阳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此时田昭阳额头上冷汗层层 不光因为马少武和薛宝莲 是他旗下的一人 最关键的是 刚刚还牵涉到了刘全 之前田如意三令五身 严禁招惹叶不凡 自己确实做到了 可没想到 自己小舅子会来这么一手 此刻 他恨不得把刘全拉过来 一脚踢死 人家都是坑爹坑爷 你没事坑姐夫干什么 大小剑 我知道了 田昭阳对马少武两个人叫道 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 彻底被封杀了 以后别想再出来丢人现眼 马少武和薛宝莲顿时傻眼了 瘫软在地上 他们平日里仰仗着田家的威势 四处作福作威 从来不把别人放到眼里 自然知道田家的实力有多强大 一旦想要封杀他们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叶先生 大小剑 求求你们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两个人还想再哀求一下 田如意一摆手 从身后过来 两个保镖 直接将他们扯了出去 叶先生 您稍等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 田昭阳知道 这件事情 自然不能稀里糊涂地过去 敢在田如意 知道之前 还能好处理一点 他擦去额头上的冷汗 急匆匆地从帐篷里面冲了出去 时间不大 扯着衣领子 将刘全从外面拖了进来 姐夫 你这是干嘛 赶快把我放开 这是学校 我可是副校长 多少给我留点面子 刘全一直在外面坐着 不知道帐篷里面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叶不凡的身份 混蛋 你是什么狗屁副校长 还不是老子 给你买来的 田昭阳简直要被这个混账小舅子气炸了 抬手两个大嘴巴抽了过去 然后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你他妈赶紧跪下 给叶先生道歉 田如意是个极为聪明的女人 要不然 也不能年纪轻轻地掌管田家 从两个人的称呼 和田昭阳的反应上 已经看出了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 既然田昭阳如此上道 那就交给他自己处理好了 姐夫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副校长 他就是个小老师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刘全一脸的猛逼 想不明白 姐夫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气 而且还让自己给叶不凡道歉 你知道个屁 这位是叶 怒急的田昭阳 刚要说出实情 却被叶不凡抬手 制止住了 自己还要在这个 学校继续做我的 没必要搞得满城风雨 好了田经理 这件事情 交给我来处理吧 叶不凡笑眯眯的看着刘全 刘大校长 现在你找来的演员都已经走了 我们的赌局是不是你输了 我 刘全一张老脸 仗成了猪肝色 知道就算是马少武和薛宝莲上场今天的赌局 他也是输定了 事到如今 只能求助田昭阳 姐夫 他还没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田昭阳便又是一个嘴巴 抽在他的脸上 愿赌服输 还费什么话 赶快按照叶先生说的去做 我 姐夫 刘全一脸都委屈 但他们 一家都是 靠着田昭阳吃饭的 不敢得罪这个姐夫 还他妈磨叽什么 再也不去 老子打断你的腿信不信 田昭阳是真的急了 如果等到田如一说话 事情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搞不好连自己的位置都会受牵连 我去 我现在就去 看着姐夫杀人似的目光 刘全是真的怕了 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帐篷 田昭阳一摆手 两个保镖在后面跟了出去 显然是怕他跑了 刘全刚出门 那位负责晚会的老师便赶了过来 刘校长 下一个节目该由谁来演啊 原本第一个节目 应该由马少武和薛宝莲上场 现在叶不凡打破了这个规矩 顺序就有些乱了 不知道下一个节目该由谁来 刚刚现场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没什么 现在大家都冷静下来 节目就该继续了 刘全没有理会那个老师 自己大步走上了舞台 那个老师一脸的猛逼 不知道副校长上去干什么 难道要亲自演节目 台下的学生和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见刘全上场之后 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刘全拿起了麦克风 在万众瞩目之下 犹豫了几秒钟 最终一咬牙 对着话筒汪汪汪叫了三声 然后扔下麦克风跑下台去 台下的众人都看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副校长突然上去学了三声狗叫 这是在演节目吗 还是得了什么精神病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把大家都搞猛了 好在主持人的反应比较快 拿起话筒对着台下说道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刚刚为了缓解大家等待的焦虑 刘副校长跟大家开了的玩笑 节目怎么不继续了 赶快继续开始啊 我们还要看叶老师和尚田田的表演 好在叶不凡没有让台上冷场 安排尚田田又上台自己唱了一首 很快安抚了台下观众们的情绪 田昭阳一脸歉意地说道 叶先生实在对不起 没想到我小舅子 给你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这里再次向您道歉 叶不凡摆了摆手说道 算了 以后不要让他再在学校出现了 您放心 明天我就让他主动辞职 以后保证不再出现在您的面前 田昭阳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事情处理的还算圆满 总算没有惹怒眼前这位爷 随后他也不在这里停留 直接带着保镖和刘全离开了学校 田如意跟叶不凡坐在一起 看了一会儿节目 然后也告辞回去了 有了尚田田的出现 再也没有人去追问 马少武和薛宝莲的去向 整台晚会之后 进行得非常顺利 大约晚上十点左右圆满结束 虽然晚会结束了 但是台下的学生们 久久不愿离去 就在那里 喊着尚田田的名字 学校的老师劝了许久 大家这才返回宿舍 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一个身穿黑衣的白人男子 正在拨打着手机 你好卡洛斯先生 我已经来到了华夏 刚刚还看了一台精彩的节目演出 电话那边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捕食者先生 你好像忘了你的任务 没有没有 我可是个优秀的特工 怎么会忘了自己的职责呢 光头男子说道 就在现场晚会的时候 我已经找到了 我们要对付的目标 而且将他的情况 全部摸得清清楚楚 电话那边说道 那你有没有发现轩辕阁的人 或者其他华夏特殊部门的保护人员 光头男子说道 没有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根本没有看到轩辕阁人的影子 或许他们的力量全 不都放在了我们那边 电话那边说道 那怎么可能 我们之前派出的人 可是都失败了 光头男子说道 那些可都是我们的外围人员 或许是他们太笨了 也可能是运气不好 刚好撞到了华夏的警察 总之这里 一切都风平浪静 请相信我的专业能力 这里真的没有轩辕阁的人 或者其他特工 电话那边说道 那好吧 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赶快撤回来吧 等明天我们的X战队到了 就对目标动手 光头男子说道 卡洛斯先生 我觉得这次的任务太简单了 根本用不着出动X战队 有我们S小队出手就足够了 电话那边说道 你还是小看了华夏 或许有很多隐藏的东西 你没有发现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光头男子一脸黯然地说道 卡洛斯先生 请你相信我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 我明天就会让那个女人 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也知道X战队的特殊性 这是我们的秘密 能不暴露的话 还是尽可能不要暴露 电话那边迟疑了一下 显然光头男子这句话打动了他 那好吧 我就给你一个出手的机会 但记住 就算失败了 也一定不要留下尾巴 放心吧 尊敬的卡洛斯先生 我们S小队的人 虽然比不上X战队 但也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 是不可能失败的 就算失败了 也不可能留下任何隐患 我们S小队只有死士 没有活口 那好吧 你动手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毕竟那里是学校人员众多 手脚干净一些 卡洛斯先生 我们是专业的 你放心 华夏不是有个战术 叫声东击西吗 等会儿 我就给他们用一下 光头男子说完挂断了电话 黑暗当中 脸上露出一抹冷酷的笑意 江南外语培训学校 属于贵族学校 新建时间也不太长 学生的宿舍条件非常好 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公寓楼 每栋楼十层 贺双双和于婉录 两个人一个宿舍 晚会结束后 他们挽着手 往宿舍楼走去 两个人虽然刚接触时间不长 但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 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于婉录说道 双双 你说叶老师为什么那么优秀 一说好 篮球打得好 唱歌还唱得那么好听 世界上怎么还能有如此优秀的男人 贺双双笑道 怎么了 你不会是动心了吧 于婉录一脸遗憾地说道 动心又能怎么样 人家叶老师可是有女朋友了 而且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有女朋友又能怎么样 又没结婚 你一样可以追求啊 于婉录叹息地说道 我倒是想 可是人家叶老师说了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一下子便打消了我的念头 两个人说说笑笑地 回到自己的宿舍 房门关好之后 开始洗漱 就当他们准备上床休息的时候 突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谁啊 这么晚了 还来敲门 于婉录说着 穿上拖鞋就准备去开门 一般来说 串门在大学宿舍 是很常见的事 所以他也没有多想 等一下 贺双双一把将他拉住 不知为什么 总感觉敲门声有些不对 门外的人带给他极大的压迫感 这是属于舞者独有的敏锐感 怎么了双双 或许是隔壁的想借什么东西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要答应 我感觉有些不对 等我问问是谁 公寓楼的房门是没有门禁的 贺双双来到门前 对着外面说道 谁啊 有什么事吗 我是楼下寝室的 你们的房间漏水了 我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说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但让人听起来 有那么点怪异 贺双双神色陡然一变 作为专业的卧底人员 来之前 已经将这栋楼的情况 摸得清清楚楚 楼下 是学校保洁人员的仓库 晚上根本没有人居住 赶快给叶老师打电话 就说有情况 贺双双让余婉璐打电话 自己全神戒备地盯着房门 哦 余婉璐也意识到了不对 赶忙摸出手机 手忙脚乱地 给叶不凡拨打电话 电话刚刚拨出 房门边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自己的宿舍 大家也准备回去休息 可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失声大叫道 不好了 三号女生楼着火了 整个学校有六栋宿舍楼 男生三栋 女生三栋 此刻着火的 刚好是女生三号楼 听到叫喊声 大家一起抬头看去 只见三号楼从八层开始 上面三层都火光闪现 浓烟滚滚 人们从内心当中 就对火有一种先天的恐惧 特别是学校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 一旦发生火灾 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顿时现场乱作一团 有的开始拨打火警报警电话 有的开始拉响学校内的警报 让学生们快速从宿舍楼里撤离 救火 大家赶快救火 校长张云秀 因为身体不适 缺席了今天的学校庆典 刘全又被带走了 长号成为 整个现场职位最高的学校领导 他站在原地 自己不动 却拼命地让别人去救火 叶不凡原本是要上楼去救人的 此时手机却响了起来 听到余婉露的叫喊声 叶不凡瞬间神色一变 意识到M国那边动手了 着火的是三号楼 余婉露住在一号楼 他意识到了 这是对方调虎离山的计策 马上身影一晃 便从原地消失 救火 赶快救火 长号一边叫喊着 一边回头去找叶不凡 心说 最好这家伙头脑一热 冲到楼里面去救人 到时候直接烧死了最好 可他回头找了半天 却没有看到人影子 不由骂道 这个王八蛋 关键时候跑得还真快 女生寝室楼 房门被踹开后 三道人影出现在门前 三个人清一色的都是光头 而且身材高大 身上的肌肉 犹如钢胶铁柱的一般 看起来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贺双双从三个人身上 感受到了极强的压迫感 他将余婉露护在身后 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拖延时间 等待叶不凡的到来 你们是谁 想要干什么 他表现出普通女人 遇到危险时 瑟瑟发抖的样子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围首的光头大汉 露出绅士一般的笑容 漂亮的小姐 你长得真的很漂亮 让我都不忍心对你下手了 赶快闪开 我们只要你身后的女人 贺双双哆哆嗦嗦地说道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是谁让你们来的 是不是给了你们很多钱 我们也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 求求你们 千万不要伤害我们 漂亮的小姐 你的废话太多了 赶快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然会丢掉自己性命的 捕食者对着身边的 两个大汉一白手 把目标带走 说完他转身便走出了房间 丝毫不担心 两个手下会完不成任务 他甚至觉得 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太简单了 简单的没有任何难度 让他感受不到成就感 你滚开 两个大汉一起进了寝室 他们身材太过粗壮 进门后显得有些拥挤 他们当中一个伸手去拉合双双 另外一个伸手向着鱼碗路抓去 跟捕食者一样 他们同样没将眼前 这两个柔弱的女人放在眼里 动作随随便便 没有任何紧迫感 他们是S小队的成员 执行过无数次任务 但也正因为这样太骄傲了 可就在这时 房间中突然闪过一抹刺眼的光亮 一把锋利的匕首 瞬间便刺穿了一个光头大汉的喉咙 那名大汉猛地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眼前柔弱的 如同小鸡一般的滑下女人 竟然有如此快捷的身手 如此强大的攻击力 只是为时已晚 在想反击已经来不及了 烟红的鲜血泉水 一般从她的脖子上的血洞当中 涌了出来 啊 于婉路毕竟只是一个普通女人 第一次看到 这种血腥的场面 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另外一名大汉意识到不对 赶忙将伸出去的大手收回 可就在这时 贺双双的匕首 已经刺入了她的左胸口 瞬间将她的心脏洞穿 啊 大汉发出一声惨叫 也摔倒在地上 捕尸者从门外转回身 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个手下 和杀气腾腾的贺双双 嘴角抽动了一下 漂亮的小姐 我还真是小看了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华夏特殊部门的人吗 这个发现让她颇为意外 原本以为华夏那边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没想到是隐藏得太好 自己看走了眼 贺双双说道 你现在敢 快走还来得及 不然等一下就走不了了 漂亮的小姐 我当然要走 不过要带着你们两个一起 捕尸者瞬间神色一变 身上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伸出大手抓了过来 贺双双手中的匕首 划过一道流光 瞬间砍在捕尸者的大手上 但让她意外的是 锋利的匕首 并没能动穿捕尸者的手掌 原来这家伙手上戴着两只手套 M国最新出产的高科技产品 防御能力超强 捕尸者的右手抓住了匕首 左手猛然一拳 向着贺双双的脸上砸来 贺双双身后便是鱼腕路 此刻躲无可躲 也只能一拳赢了上去 一大一小两只拳头对碰在一起 只听喷的一声 贺双双向后退了三四步 捕尸者也同样被震得连连倒退 漂亮的小姐 你果然很厉害 捕尸者脸上绽放出一抹灿烂的笑意 随后右手一扬 只听扑的一声 一股浓烟喷了出来 啊 公寓楼内空间狭小 贺双双意识到危险 但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被烟雾喷了个正正 一瞬间便感觉浑身上下酸软无力 烟雾散去 捕尸者一脸得意地说道 漂亮的小姐 你们华夏有句话叫 强功不如智取 果然是巨治理明年 现在可以乖乖地跟着我走了吧 原本她只想抓走于婉路一个人 但现在知道 贺双双是特殊部门的人 也想着一并带走 她伸出两只大手 一左一右 向着两个女孩子抓了过来 贺双双想要反抗 只可惜浑身上下提不起一点力气 知道自己中毒了 于婉路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子 没有任何战斗力 只能紧紧抱住贺双双的手臂 捕尸者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可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收回你的爪子 不然我就把它砍掉 捕尸者吓了一跳 她也是个高手 六十极为敏锐 没想到有人到了身后 却丝毫没有察觉 她迅速收回双手 猛然转身 做了一个防御的姿态 此刻身后站着一个 二十左右岁的华夏年轻人 正目光冷立地看着自己 小家伙 你会为自己 惊天愚喘的行为后悔的 捕尸者说完之后 再次一团烟雾喷出 迅速将叶不凡笼罩 眼见着烟雾将对方吞噬 她长出一口气 还以为来的是什么厉害人物 原来是个蠢蛋 可就在这时 烟雾中突然伸出一只大手 砰的一下 将她的脖子卡住 虽然捕尸者看起来又高又大 体重足足超过二百斤 但在叶不凡的手中 就跟小鸡没有任何区别 一下子便被提了起来 你 你怎么会没事 捕尸者心中是这样想的 只可惜 她脖子被掐住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种药剂 是他们特殊部门 研发出来的新产品 曾经做过无数次的试验 绝对有着百分之一百的麻痹作用 任何人被烟雾喷重后 都会全身无力 可眼前这个人 明显不受任何影响 反而力量大的惊人 叶不凡也没想从她嘴里问出什么 明白着 这就是M国特殊部门的人 问与不问 没有任何区别 她伸出另一只手 放在光秃秃的大脑袋上 微微用力 咔嚓一声传来 硬生生地将脖子扭断 捕尸者瞪着双眼 直到最后一刻 也是死不瞑目 原来对方并不是没有安排人手 相反安排了很厉害的高手 是她愚蠢地送上门来 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叶不凡双手一松 捕尸者高大的身体 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她扭头看向贺双双两个女孩子 怎么样 你们没事吧 没事 还好你来得及时 贺双双挣扎了几下 却依旧浑身无力 没能站得起来 小凡 这家伙不知喷的是什么东西 搞得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 叶不凡说道 别害怕 这不是什么厉害的毒药 只是一种强力的麻醉剂 她说着 上前抓住贺双双的左手 混沌争气度了过去 很快便将麻药排出体外 这些家伙真是狡猾 贺双双恢复了体力 在捕尸者的屁股上 狠狠地踹了一脚 于婉露站起来 一脸担心地说道 叶老师 我爸爸不会有危险吧 放心吧 他们既然来抓你 就说明是想从你爸爸那里获取信息 到目前为止 他应该没有任何危险 叶不凡说道 你们先出去吧 今天的事情保密 我把现场处理一下 贺双双点了点头 提到卫生间 一道单火弹出 几秒钟时间 便将他们全部化成灰烬 然后冲进了下水道 他走出房间 对门口的两个人说道 走吧 外面发生了火灾 应该是这些家伙的同伙捣乱 我们出去看看 考虑到捕尸者 肯定还有其他同伙 隐藏在学校里面 叶不凡并没有让两个人 继续留在房间 而是带着他们 一起离开了这里 三号楼 消防队还没有赶到 火势越烧越猛烈 虽然绝大多数学员都逃了出来 正是两年五班的小麻雀 胖压几个女孩子 原来 两年五班的女学员 主要都集中在三号楼 只有余婉璐和贺双双 这种后来的同学 才在一号楼 演唱会结束之后 几个平时要好的女孩子 压抑不住 对叶不凡的钦佩和爱慕 凑到一个房间聊天 没想到会突然发生火灾 救命啊 赶快救命 小麻雀几个人 躲在阳台上拼命地叫喊着 房间内的大火越烧越凶 温度也越来越高 好在他们在外面 呼吸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困扰 楼下面聚集了很多同学 有几个女生围在长号身边交集的 叫道 长主任 你赶快上去救人啊 小麻雀 爱美丽 他们都在上面 这么大的火 你让我怎么救人上去 不是送死吗 长号懊恼地说道 我已经打过报警电话 马上消防队的人就来了 一个女生焦急地叫道 可是真的等不及了 他们现在很危险 吵什么吵 就知道他们危险 我上去不是一样危险吗 对于拼命救人这种事 长号是说什么都不会干的 长主任 你是怎么说话的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是个老师 现在你的学生有危险 难道你不应该想办法救人吗 叶老师不在 不然他一定会上去救人的 最后一句话 立即戳通了长号的废管子 他叫道 还好意思说 那个姓叶的 火之后 他跑得比兔子都快 老子至少还留在这里打电话报警 他不知 在哪个女人的床上逍遥快活 凭什么跟我比 姓长的 不要把别人想的 跟你一样握住 叶不凡大步走了过来 看到他之后 那几个女同学 立即如同看见了救星 过来急切地说道 叶老师 赶快想办法救人啊 小麻雀 爱美丽他们 都被困在楼上了 长号没想到 叶不凡又回来了 但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 还是说道 你们找他有什么用 这么大的火 谁也救不了 那是你无能 叶不凡说完 抬头向着楼顶上看去 此刻火势越来越大 小麻雀几个人 虽然躲在外面的阳台上 但显然 受到了高温的影响 看起来痛苦不堪 而且 随着大火的蔓延 阳台被烧得 有些摇摇欲坠了 长号立即叫道 姓叶的 你别站着说话 不要疼 要有本事把人救下来 我管你叫爸爸 这家伙恨透了叶不凡 希望他头脑 一热冲上去救人 然后被大火烧死 叶不凡却没有上楼 那样就一个人可以 想救这么多人 根本就来不及 他大步向前 来到阳台下面 对着顶上的小麻雀 等人叫道 赶快跳下来 我在下面接着你们 虽然现场噪音很大 但他的声音 蕴含着真元之力 清晰地传到了楼顶上 那几个女生的耳中 啊 几个女同学 也看到了叶不凡 但这是十楼 实在是太高了 让他们跳下去 没有这个勇气 长号仿佛看到 什么好笑的事情一般 立即过来叫道 姓叶的 你开什么玩笑 不敢上去就算了 还让人家往下跳 当你是超人吗 这么高跳下来 神仙都接不住 你这不是救人是害人 你给我滚开 叶不凡一把将他推到旁边 继续抬头对上面叫道 相信我不会让你们有任何危险的 赶快跳 不然就来不及了 怎么办 几个女孩子焦急地说道 我相信叶老师 小麻雀回头看了一眼 越来越近的大火 出于对叶不凡的信任 最终一咬牙 率先从楼顶上跳了下来 见有人从十楼跳下来 这一下 立即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呼 天哪 这是谁 竟然从十楼跳下来了 这不是自杀吗 再坚持一会儿啊 消防车已经来了 马上就能将他救下来了 怎么这么傻 好像是有人让他跳的 说在下面能接住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一个人从十楼跳下来 那是多大的重量 至少要有几百斤 不可能接得住的 说是迟那是快 小麻雀带着刺耳的尖叫声 飞速下坠 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之间 便来到了距离地面 两三米的高度 看到这一幕 贺双双等人的心 一下子都提了起来 叶不凡却是不慌不忙 抬手轻轻向上一拖 一股无形的静气透体而出 不停地化解着小麻雀下冲的力道 太极匀手 用在这个时候最合适不过 不但能够缓解小麻雀的冲劲 同时还不会对他的身体 造成任何伤害 小麻雀紧紧闭着眼睛 第一次感觉自己 距离死亡如此之近 随着速度越来越快 以为自己真的要摔死了 可就在临近地面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 像是掉进了一个气团 身体的速度开始迅速降低 最终碰触到一双坚实的臂膀 紧接着 双脚再次踩在地面上 小麻雀有些不敢置信地睁开双眼 看到一张帅气的面孔就在眼前 是叶老师 他没有骗自己 他真的把自己接住了 叶老师 谢谢你 大难不死的他兴奋不已 一把抱住叶不凡 在脸颊上不得亲了一口 周围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谁也没想到 叶不凡真的能接住小麻雀 而且是毫发无损的那种 短暂的沉寂之后 欢呼声掌声瞬间响起 大家都为他的表现而喝彩 而叶不凡顾不得这么多 他将小麻雀推到旁边 对着楼顶上剩下的几个女孩子 叫道 大家赶快跳下来 不然就来不及了 叶老师 我来了 看到小麻雀毫发无损 楼上的那几个女孩子 发出一声欢呼 第二个跳下来的是胖鸭 这个好不行啊 胖鸭的体重太大了 叶老师能不能接得住 在诸多人的关注当中 叶不凡再次出手 胖鸭的体重没有造成任何 影响 轻而易举的便接了下来 叶老师万岁 叶老师太伟大了 又是一阵欢呼声响起 可就在这时 楼上剩下的两个女孩子 可能因为太着急了 竟然一起跳了下来 我乐得去 这是干什么 两个人让叶老师怎么见 大家都为这两个女孩子的 晕头表现而惋惜 而这时叶不凡双手齐出 向着虚空中 一掌接着一掌地拍出 通过云手的近力 不停地化解这两个女孩子 下落的速度 最终全部接了下来 平安落地 万岁 周围欢呼声四起 为叶不凡喝彩 为这四个女孩子 平安无事而庆祝 眼见着叶不凡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再一次出了风头 长号脸色铁青 实在想不明白 是怎么做到的 这时消防车接连开进了学校 数十名消防队员 开始下车救火 而就在这时 小麻雀突然想起了什么 急切地叫道 叶老师 爱美丽还在楼上 你一定要救救她 叶不凡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麻雀说道 我们聊天的时候 爱美丽去卫生间洗澡了 所以没跟我们在一起 她现在一定被困在卫生间里面 别着急 我现在就去救她 叶不凡说着 便向寝室楼冲去 小麻雀急切地叫道 叶老师 行不行啊 这火太大了 放心吧 没事的 她说完 快速冲进了寝室楼 急速向着石层的房间冲去 看着她消失的背影 长号脸上 闪过一抹阴痕的冷笑 这么大的火 就是铁人都得烧化了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活着出来 进入到楼里面之后 叶不凡再没有任何顾忌 将速度提到了极致 眨眼之间 便来到了石楼楼顶 这里的火室很大 温度也特别高 好在她已经达到玄阶修为 且在体表形成一层护照 将灼热的气温隔离 来到艾美丽她们 所在寝室的门前 客房门已经彻底被大火烧毁 只有卫生间的门 还紧紧地关着 她用神石扫尸了一下 发现艾美丽躺在浴盆里 脸色铁青 由于氧气缺乏 已经晕了过去 好在浴室门 是关着的 而且浴盆里面放满了水 温度不是太高 不然的话 就是灼热的高温 她都受不了 把身体裹住 此刻火势越烧越大 叶不凡又将护体蒸汽的范围 扩大了一倍 将艾美丽掩护在当中 这就有些吃不消了 如果再从原路返回 风险太大 她一脚将窗子推开 从窗口一跃下 左手抱着艾美丽 右手抓住了楼上 垂下来的排水管 然后犹如猿猴一般 快速向下滑落 宿舍楼下面 一众学员都急切地看着楼上 当叶不凡出现的时候 楼下立即响起一阵欢呼 是叶老师 叶老师把艾美丽救出来了 叶老师太厉害了 叶老师万岁 看到叶不凡带着艾美丽 脱离了危险 小麻雀等人 一阵又一阵地欢呼喝彩 而长浩的脸色 再一次变得难看起来 她就不明白 这家伙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这么大的火都烧不死她 而且还把人救出来了 叶不凡双脚落地 将艾美丽平放在地上 于婉璐急切地问道 叶老师 美丽这是怎么了 有没有失 放心吧 只是由于缺氧晕过去了 叶不凡说着 取出银针 刺入艾美丽身上的几处穴道 很快 她便慢慢睁开了眼睛 我这是在哪儿 当艾美丽发现 房间内着火的时候 已经被困在浴室里面 根本出不来 没办法 只能躺进了浴盆里面 等待救援 可是等的时间太久 氧气越来越少 最后慢慢晕了过去 这时她看到了叶不凡 问道 叶老师 我这是死了吗 于婉璐拉着她的手说道 放心吧 你现在已经平安无事 叶老师已经把你救出来了 艾美丽 感激地说道 真的吗 叶老师 太谢谢你了 此刻消防员 已经开始快速救火 伙食慢慢被压了下去 于婉璐看见 躲在一边的长浩 大声叫道 长主任 刚刚不是说 只要叶老师能把人救出来 你就叫爸爸吗 现在该到对先诺言的时候了 长浩一脸地尴尬 要不是消防队员正在救火 短时间内 需要一个领导在这里负责 他早就偷偷地溜了 他善善地说道 其实刚刚我就是跟叶老师 开了个玩笑 长老师 刚刚那是什么时候 好多同学被困在楼上 你竟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还有没有良心 就是 叶老师救人 你却在这里说风凉话 同样是老师 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还是个教务处主任呢 关键时刻 竟然一点作用都不起 你说 除了站在这里大喊大叫 你还为大家做了什么 周围的同学 一个个一份填膺 你一句我一句 将长浩一张老脸 数罗成猪肝色 于婉璐再次说道 不管怎么样说话就要算话 你刚刚说了 只要叶老师救下 小麻去爱美丽他们 你就要管他叫爸爸 现在必须兑现诺言 其他人也都纷纷跟着教导 没错 说了就要做到 不然今天的事情没完 我 长浩怒也不是 脑也不是 走还走不了 一时间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是好 好了 大家都静一静 这件事情就算了 叶不凡伸手 制止住了群情激愤的同学们 长浩心情一松 可这时就听他继续说道 这种儿子 我还真不想要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5月12点 长主任是不是该把我们的赌注兑现了 长浩说道 什么赌注 长主任还真是健忘啊 叶不凡说道 三天前我们打的赌 只要三天之内 我不被赶出学校去 你就当着大家的面学三声狗叫 现在已经过了5月12点 三天已经到了 是你该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这 长浩满脸胀 红的叫道 叶不凡 大家都是同事 你不要太过分了 叶不凡说道 打赌是你提出来的 现在输了就该履行诺言 怎么是我做得过分了 如果输的是我 你会轻易放过我吗 这 长浩神色一致 他非常清楚 如果输的是叶不凡 自己一定会痛打落水狗 把对方直接赶出学校 丝毫不会手下留情 听到这个赌注 其他同学立即兴奋起来 是啊 长主任 你平时怎么教导我们的 做人一定要讲诚信 既然输了 就该履行诺言 长老师 赶快叫吧 我很久都没听到过狗叫了 这种人竟然想把叶老师赶出学校 这完全就是咎由自取 赶快叫 我都等不及了 大家围成一个圆圈 将长浩围在正中 大有不达目的 势不罢休的态势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别忘了 你们是学生 我是你们的老师 长浩简直都要气疯了 想自己堂堂的教务主任 竟然没有一个学生帮自己说话 一股脑的都倒向了叶不凡那边 正因为你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我们才要监督你 信守承诺 海明子说着 挥了挥拳头 如果今天你想耍赖的话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 今天要不对先诺言 那我们可就要动手了 无子好几个人也凑了过来 颅胳膊挽袖子 大有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的意思 不 长浩确实有些怕了 这些学生们 一个个都是富家子弟 真就是把自己打了 别说找不到证据 就是不到证据又怎么样 打了也是白打 无奈之下 他只能一咬牙 闭上双眼 汪汪汪 一口气叫了三声 随后一股巨大的屈辱感 从心底升起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叶不凡 信叶的 你给我等着 正在这时 几个消防队的人走了过来 为首地说道 怎么回事 你们学校里怎么还养狗呢 这是违反养犬规定的 公共场所不允许养狗 呃 长浩一张老脸红的 仿佛要滴出血来 周围的学员们 一阵哄堂大笑 消防队的人说道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是认真的 校园之内不允许养狗 这下学生们笑得更欢了 长浩尴尬地说道 那个 我们这里真的没有养狗 胡说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个小领导吧 怎么还说谎呢 明明刚刚我都听到狗叫了 听声音还是一条大狗 公共场合不允许养狗 养大型犬 就更不应该了 那人也是非常认真 一边说着 一边四处打量 仿佛是想把那条狗揪出来 长浩恨不得找个地 方钻进去 他善善地说道 同志 你这是有什么事吗 火灾已经扑灭了 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谁是学校的负责人 请在我们的出警记录上签个字 我来吧 长浩签完字 送走了消防队的人 自己也没脸在这里待下去 灰头土脸地跑出了学校 发誓一定要把受到的屈辱加倍还回去 只是他想了想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能慢慢等待机会 发生了这么大的火灾 三号楼的学生们都没再回去 暂时找自己要好的同学 去二号楼和一号楼住了 叶不凡也没让贺双双和余婉 录回他们的寝室 带回了自己的公寓宿舍楼 他的房间是个套间 两个女孩子睡在床上 他睡在外间的沙发上 一切都安置好了之后 他摸出手机 拨通了虎妞司马威的电话 电话接通 那边传来司马威慵懒的声音 怎么了亲爱的 在学校还开心吗 是不是漂亮女学生特别多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闲情开玩笑 叶不凡将今天晚上的情况讲了一遍 那边已经有所行动 动手的人已经被我解决掉 不过可能还有漏网之余 电话那边 原本躺在床上的司马威疼的一下坐了起来 鱼婉录怎么样 没有受伤吧 没有 司马威松了口气说道 你给我详细讲一下 动手的人是什么情况 叶不凡将捕食者 和另外两个光头大汉的情况讲了一遍 并将自己拍下的照片发了过去 司马威看过照片之后说道 这是M国的S小队 为首的那人叫捕食者 非常厉害 还好 我有仙剑之名把你安排过去 不然今天的事情 还真不太好收场 S小队一般都是五人一个行动组 看来还有两个漏网之余 叶不凡说道 那两个应该是在女生宿舍楼放火的人 只可惜 我要保护于晚路的安全 没有精力去追杀他们 算了 两个漏网之余 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司马威说道 你一定要小心对方 这仅仅是个开始 后续还会有实力更强的人赶来 叶不凡说道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才能把于海淳救回来 司马威说道 薛元阁现在已经精锐进出 不过M国的特殊部门 也不是吃白饭的 这件事情有难度 现在双方就是在比拼速度 看是我们先能救出于海淳 还是他们先能抓到于晚路 所以说 你这里是最关键的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叶不凡说道 放心吧 既然我答应了 你就不会出差错 司马威说道 我这边要负责的事情还很多 学校那边只能全权交给你了 叶不凡说道 今天晚上S小队的三个人 我都抹去了 不过火灾的事情 还要你处理一下 这个你放心 我会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的 最后司马威娇称地说道 小男人 好好干 等这件事情做完 我会给你奖励的 说完之后 两个人挂断电话 都去休息了 M国那边 一个白头发的白种男人 坐在宽大的沙发上 在他旁边站着一个 神情恭敬的黑人大汉 此刻白头发男人 双眼紧盯着面前的大屏幕 上面标注着S小队的五个红点 已经熄灭了三个 只剩下两个还在亮着 他拿起一只雪茄 点燃之后说道 捕食者他们三个已经完了 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华夏人 学校那边不是没有准备 而是准备得很严密 看来安排了厉害的角色 黑人大汉说道 卡洛斯先生 要不要我联系一下 剩下的两个人 询问一下情况 问一下吧 华夏有句老话叫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们必须要弄清 那边发生了什么 得到卡洛斯的允许 黑人大汉摸起一个手机 将电话拨了出去 电话接通之后 他问道 四号 那边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太清楚 按照捕食者的安排 我和五号两个人 到三号女生宿舍楼放火 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他带着二号和三号 进入一号楼 对目标动手 后来就阴性皆无 彻底消失了 刚刚我和五号两个人 又去一号楼查看了一下 目标所居住的寝室 有打斗痕迹 但捕食者三个人 都已经不知去向 黑人大汉神色一紧 说道 有没有发现 特殊部门的人过来 他们是不是被带走了 没有 学校这边一切正常 除了一些救火的消防队之外 没有任何特殊部门的人介入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赶快隐藏起来 没有命令之前不要动手 挂断了电话 卡洛斯说道 捕食者他们身上的信号器 是埋藏在身体当中的 就算被带走 也不会信号彻底消失 所以他们一定是死了 而且是毁尸灭迹的那一种 这 黑人大汉说道 看来薛源阁那边 确实准备了高手 卡洛斯狠狠地抽了一口雪茄 吐出烟雾之后说道 这件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不过这样才好玩 如果对付一群废物的话 那会很乏味的 黑人大汉问道 老板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卡洛斯眼神中 闪过一抹凶狠的神色 通知X战队 让他们在明天晚上之前 务必赶到江南市 然后尽快将目标抓到手里 最近薛源阁的人 已经摸到了我们的方向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问题解决才行 用其他的办法 就不能让那个滑下人张嘴 你太小看了薛源阁的人 卡洛斯神色凝重地说道 他们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一般的手段 根本撬不开他的嘴巴 而且如果不是心甘情愿 他们说出来的信息 可信度也不高 而面对薛源阁 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根本不容验证 相比之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抓住他的女儿做人质 这样才能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 黑人大汉说道 知道了老板 马上我就去安排 第二天一早 蓄日东升 金灿灿的阳光洒满整个校园 让人感觉心情极为舒畅 只是三号楼烧得黑乎乎的一片 看起来有些怪异 教学楼的天台上 朱明宇一边抽着烟 一边跟吴子豪说话 他问道 昨天的事情怎么搞的 武道协会那些人没去吗 怎么让信业的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还出了那么大的风头 这件事情很复杂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吴子豪现在可是叶不凡的忠实拥蹦者 叶爷交代过 让他保密 他就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 朱少 我觉得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其实叶老师做咱们的班主任也不错 咱们没必要非要跟他对着办 一般来说 他都是叫朱明宇班长的 只有在极为正事的时候 才成为朱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朱明宇紧盯着吴子豪 难道说也跟他们一样沦陷了 认同一个小医生来管理咱们班级 这个 其实叶老师人真的不错 咱们也是老朋友了 听兄弟一句劝 这件事到此为止 放屁 朱明宇怒道 吴子豪 忘了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你不是说 要做江南市地下世界的主宰者吗 怎么像一个小医生低头了 你还要不要脸 要不要尊严 这 吴子豪一脸的为难 这件事不说出叶不凡的身份 确实不太好解释 最终他只能无奈地说道 朱少 我说的都是实话 叶老师 咱们惹不起 惹不起 真是笑话 他就是一个小医生 有什么了不起的 朱明宇气势汹汹地说道 我是谁 我爸可是江南市的是首 在这所学校 难道还有我惹不起的人 就算我把学校拆了 也没有人敢放一个屁 说完之后 他喘了一口粗气 仿佛要发泄心中的郁闷 你们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 一个接一个地 像一个小医生低头 难道自己不觉得丢人吗 吴子豪无奈地说道 朱少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行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由我亲自出手 我要让他信业地看看 谁才是两年五半说了算的人 朱明宇说道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屈服的 大不要把唐明叫回来 我不信信业地 还能扛得住 说完他不再理会吴子豪 将烟屁股扔在地上 狠狠地踩了一脚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 吴子豪无奈地摇了摇头 男男地说道 老老实实地待着不好吗 叶爷是何等人物 就算你把唐明喊回来也没用 张云秀来到校长办公室 昨天晚上 他由于吃坏肚子 得了急性未肠炎 没能参加学校的孝庆 没想到只是一晚上的时间 三号女生宿舍楼失火 被烧得体无完肤 好在由于救援及时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他刚来到学校 又收到了刘全的辞职信 彻底辞去了副校长职务 并且离开了学校 他把教务处主任长浩 和其他几个主要老师叫过来 详细了解了一下情况 长浩原本是不想 为叶不凡说好话的 但这么多人在这 他又不好说谎 只能如实将经过讲了一遍 张云秀又给叶不凡打电话 让他来到办公室 叶老师 昨天幸亏有你 救了那么多被困的学生 他这感谢是发自真心的 学校发生火灾不要紧 没有伤到人才是不幸中的万幸 不然学校都承担不起后果 叶不凡立刻说道 没什么 我是老师 给学校做些事情是应该的 他只是随便地客套一下 并没有刻意针对谁 但这话听到长浩耳朵里 就如同针扎一样 感觉叶不凡就是在讽刺自己 正在这时 突然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 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老师 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校长 你一定要给我做主 两年五班的课是没法上了 张云秀先是一愣 随后诧异地说道 张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 中年人名叫张世平 是学校的英语老师 负责两年五班的英语课程 此刻他一脸的怒容 左右脸颊上的巴掌印 还没有消退 显然是被人打了 张世平怒气冲冲地说道 是朱明语 听到这个名字 张云秀立即皱了皱眉 整个两年五班 最让人头疼的 便是这个朱明语 因为人家有个坐视手的牛逼老爹 其他几个老师 也都是摇头叹气 脸上尽是愤怒和无奈 两年五班打老师的情况 已经不止出了一次 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打两个巴掌 已经是轻的 到现在 还有两个老师在医院没出来呢 特别是被朱明语打了 那只能怪自己倒霉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为什么打你 张世平憋屈地说道 我哪知道啊 我刚进教室 没还没等开始讲课 他就冲上来 给了我两巴掌 太不像话了 哪有这样的学生 老师是怎么管的 说话的是常浩 如果放在平时 朱明语这种弑手的儿子打人 他绝对皮都不会放一个 但今天不一样 他再次将矛头对准了叶不凡 他站出来 大意凛然地说道 叶老师 朱明语可是你们班的学生 现在竟然无故殴打老师 你怎么也要给个说法吧 张云秀并没有说话 这种老师打学生的事情 刚好在教务处的管辖范围之内 常浩说这话 也并无不妥之处 关键这件事情太过棘手 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处分朱明语 人家可是弑手的儿子 自己招惹不起 可如果不给个说法 又无法安抚面前的张世平 叶不凡说道 张老师 对不起 真没想到会在我们班 发生这种事情 我先向你赔礼道歉 还没等张世平说话 常浩抢先说道 你道歉有什么用 这件事最关键的 要让打人者赔礼道歉 听到他这话 其他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明摆着就在难为人呢 想让朱明语赔礼道歉 又怎么可能 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他给张老师赔礼道歉 并且赔偿医药费 叶不凡这话说完 所以 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由于身份的关系 朱明语绝对是两年五班 最难缠的学生 自从开学以来 两年五班打伤的十个老师当中 有五个都是他动的手 什么时候赔过礼道过歉 什么时候又赔偿过医药费 这简直比天方夜谭 还要让人难以相信 常浩心中一喜 叫道 叶不凡 这可是你说的 做不到怎么办 眼见着这家伙又冲自己来了 叶不凡微微一笑 常主任如果不信的话 咱们再打个赌怎么样 如果我做不到 立即从学校滚出去 如果我做到了 你再给大家表演一下狗叫 你 见自己的丑事被当众揭穿 常浩的肺都要气炸了 可又无可奈何 叶不凡笑道 怎么样常主任 赌还是不赌 我 常浩很想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可是眼前这家伙太邪门了 刘全被赶出了学校 自己也是接连吃扁 昨晚还当众学了狗叫 虽然这件事看起来不可能 但打赌还是算了 如果再来一次 自己真的没脸再在学校混下去了 我不赌 大家都是高素质的人 干嘛没事总打赌 他这话说得冠冕堂皇 但听到别人的耳中 总是很耸的感觉 叶不凡微微一笑 虽然什么都没说 却让常浩脸上感觉火辣辣的 他对张世平说道 张老师 请您现在就跟我到班级去 我马上让朱明宇向您赔礼道歉 感受到叶不凡的态度 张世平的火气也消退了许多 说道 叶老师 这能行吗 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常浩再次抢先说道 手打老师还无法无天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 必须要让他赔礼道歉 叶不凡没再理会他 而是拉着张世平说道 走吧张老师 今天我一定会给您个说法 那好吧 张世平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着叶不凡一起走了出去 常浩对旁边的几个老师说道 走了 大家都过去看看 这种事情他当然要去看热闹 而且去的人越多越好 到时候好好让叶不凡丢人现眼 其他几个老师也想看看 这个年轻人还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 也就跟着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一行人一起向着两年五班的方向走去 教室里面 此刻的朱明宇正一脸得意地 坐在自己的书桌上 他刚刚动手打张世平 目的没有别的 就是针对叶不凡 张世平离开后 其他几个学生立即聚了上来 艾美丽说道 朱明宇你这是干什么 干嘛无缘无故地打老师 梁芝姐也跟着说道 是啊班长 你这么做会让叶老师很难看呢 朱明宇说道 说得对 我就是要让信叶的难看 让他知道 这个班级我说得算 吴子豪叹了口气说道 班长 你这又是何苦来的 最终吃亏的肯定是你 朱明宇冷笑道 是吗 那我今天倒要看看 信叶的事怎么让我吃亏的 马先生 你先别生气 听我跟你解释